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1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選擇 經濟話題 跟大家繼續詳細講解 還有詳細分析 話說香港的樓市 正在不斷地下跌 仍然有很多不服氣的人 繼續說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據說這個星期上升 這個就是網上流傳說法 看看中原 這個星期 指數是下跌的 和上個月跌了 1.69% 所以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正在上升 這件事基本上是錯誤的 就算我們再退一萬步說 就算真的是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上升 你是不是真的 立即走去賣樓呢 不要忘記了 指數本身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參考指標 就算我們當指數真的上升 指數真的上升 也不代表國下 拿著的物業正在上升 近期樓市的交投 是非常之惡劣 甚至乎發生 就是網上的拍賣會 推了 19個筍盤的銀主盤出來 竟然是全部 全軍覆沒 相信 真的叫做有息之事 也知道目前樓市是甚麼環境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揭露銅鑼灣 又成為了這個 重災區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優先做好你的個人 保障 做好個人資料的保護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話說這個叫做銅鑼灣的半身樓 這個叫做銅鑼灣的禧雲街 叫做 是禧聯 禧 就是神禧的禧 即是說 是太陽在祖上出來的 光就叫做禧 聯是甚麼來的呢 聯 是從山字步的 聯的意思 即是 是很小的山 小的山就叫做聯 禧聯就是 下一座很小的山 上面就是有神光 香港的樓盤的名字 就是出了名字 又複雜又巧合 意思又多 又 跟名字通常都不符 這個叫做銅鑼灣的禧雲街 的禧聯也是相同的情況 本身 又不是 在山上 在那個位置 也不會有神光 所以 香港的樓盤名字 基本上 就是純粹 純粹 這個叫做禧聯 最近錄得非常大的涉量 據說這是銅鑼灣的高層H室 實用面積 只有428平方尺 一房間隔 業主原本買了 就是 是打算1000萬放盤 最初叫價 是1050萬 就是一劈再劈 也是無法把單位賣出 最後 是劈價 劈到810萬 赤價仍然相當高 是18000多元 但是 業主買 是在2012年 是1200萬買入的 拿著貨是12年 足足 虧了478萬 現在 樓市 的大跌 是去到不是2018年2019年入市的人重創 連去到2012年 足足12年之前 買下的單位 現在還要大幅虧 節約 足足不見了 478萬 而這個數 剛剛好 原來經過計算 跟香港 的家庭入息中位數 家庭入息中位數大概每個月是4萬元 足足 不吃 不喝 等於家庭入息中位數 是10年 一元也不准花的收入 足足 不見了400多萬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了 現在你在香港蒸發了的物業財富 基本上 是絕對可以等於徹底 虧了那塊 不是說他的800多萬 虧了那塊錢 足夠你絕對 在英國 買到差不多是獨立屋 倫敦400多萬就可能是困難一點 但是 如果不是完全獨立屋 其實買 House 無論是Terence House 還是Semi Detached 即是半獨立屋 應該滑滑有餘 當然不會在市中心 不過英國的設計跟香港是完全不相同的 歐洲普遍也是如此 基本上不會像香港那樣 中意密集地堆在市中心的裏面 大部分 比較貴價的 樓其實是在外面 有些像赤柱 淺水灣 如景灣之類 這是外國人的生活習慣來的 要生活寫意 樓價你覺得是豪華的 就是應該 建在 生活寫意的地方 而不是在市中心裏面 這個相關的銅鑼灣 就是樓盤 連這個 成宗的名人 包括樂壇天后 蓉祖兒 也曾經入市 蓉祖兒就醒了 蓉祖兒在上年2月 即是2023年 剛剛通關之後沒多久 就是1025萬將單位沽出 當時 賬面已經損失了110萬 損失了10% 事隔12個月 現在 就是流血不止 這12個月 即是由2023年的年頭 到了今年2024年的年頭 真真正正 將香港目前的情況 徹底呈現了 只是12個月 足足可能欠了幾百萬 所以這個就是出現了我們 剛才 還有 節目所說 我們發現 香港有大量的人 包括你覺得他很有錢的人 其實也是出現了 這種滯後的心態 他們過往的成功 是因為 香港的物業升值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不是真的非常具有眼光呢 其實我們往往都發現 完全不是的 其實他們 又是 很多東西懂得精打細算 但是到了大額的投資 除了人運逆運 你叫我投資 或者 認識幾個比較有錢的人都是這樣投資之外 然後就照樣 基本上其實他們的所謂投資 並沒有任何邏輯在背後支持 去到 虧賣也是一樣 如果你再要繼續想著要看到給你有錢的人沽貨 你才會沽 你就會出事了 因為理論上給你有錢的人 他們的持貨能力 是比你更加強的 所以你要等到他也頂不住了 要沽貨的時候 其實樓價可能是再下錯 是多一兩成 即是說你會繼續拖下去 其實你所面對的蝕幅 是不斷擴大 我們當然知道有很多人 已經放棄了 沽手 因為實在叫做跌得太多 這個 亦都正正是我們經常說香港的投資者 出現的最大的問題來的 就是 由原本虧了 不捨得賣 再去到反正虧了一大半 不如我永遠擁有他 永遠 不分離 所謂自己扣下去 香港有很多業主 是沒有得 自住的 因為其實他們擁有多過一個物業 所以你不可以 同一時間在幾個物業那裏居住 所以你不能夠說我自住就不害怕 唯一慶幸的是目前的租金 還未算是大跌 不過 雖然租金還可以繼續收 但是帳面上面 物業就已經大幅變值 走到今天已經不是普通的小業主 可以頂得順的情況來的 因為已經有更加多的訊息流出 很多 富翁富豪 在香港其實已經面對 銀行 銀行不會說自己叫call loan 但是把貸款收縮 因為很簡單 銀行沒有可能 幫你去背負責 到我再賣的時候 我賣不出價錢 他就不可以 用這個價錢給你繼續供下去 所以香港現在這一刻 是到了這個邊緣 是到了中產以上 甚至乎小康之家 還有富豪 開始也受不了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或者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這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er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的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 自由遺典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以及當然我們現在就嘗試囉 7534 �� neighbor 旅